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自民党执政的这个自民党呢 打算敦促政府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仲裁程序 要求中国停止在东中国海开发油气田 好 下面我们就联系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小玉你好 许芳你好 小玉 日本自民党呢 要求仲裁的目的是什么 日本政府是不是会采取具体行动呢 是的 许波 这条消息呢 是日本共同通讯社昨天星期三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的 消息说呢 自民党的一个研究东海资源开发问题的小组呢 打算敦促日本政府向这个常设中裁法院 提起中裁程序 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气田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刚刚出龙的南中国海的裁决呢 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日本方面呢 也意识到中日两国的东中国海油气田开发的问题呢 是否也可以利用国际的司法机关来加以解决 那么我们知道中日两国东中国海的油气田开发问题 在2008年呢 两国达成了共同开发的协议 不过后来2010年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日本民间 隔列岛附近海域发生了撞船事件 之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导致这个共同开发的问题呢 也被搁置下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次提及的 向中裁法院提及的这个中裁诉讼问题呢 在何时能够向政府提出呢 共同通讯社的报道说呢 这个小组打算在7月内具体汇总具体的内容 而且要向安倍首相提交这份建议 不过日本政府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一建议 并且真的向中裁法院提起中裁诉讼呢 预计呢 估计还要看南中国海裁决今后的走向了 许波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海牙仲裁庭 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裁决之后 日本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哪些行动呢 是的 刚刚披露出这个裁决消息以后呢 日本政府就积极表态支持 那么今天星期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启程前往蒙古 要出席明天在蒙古举行的要峰会 日本媒体有报道说呢 安倍首相打算在峰会提及这个南中国海裁决问题 从和平解决争端的角度呢 敦促中国接受这一裁决 另外 另一方面呢 日本政府呢也打算与中国进行外交方面的沟通 打算派日本外务省的次官姗姗进府 在下星期访问北京 与中国方面协商南中国海裁决的问题 另外 这次访问预计还将为9月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 实现中日两国首脑的会谈呢进行铺路 另外我们在谈这个南中国海裁决的问题上 实际上日本呢有自己的担忧 这是由于在这次裁决中认定南沙群岛没有岛屿 都是岛礁不具备岛屿的地位 也就是不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炉价 对日本来说呢 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岛呢 因此也可能受到影响 为此日本政府呢开始研究这次裁决的具体内容 日本最担心的是呢 中国方面主张冲之鸟岛不是岛屿而是岩礁 今天星期四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就在记者招待会上 反驳了中国的主张 再次重申冲之鸟岛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岛屿的条件 为此日本在这里设置了专属经济区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东京记者特约记者小玉的这个连线报道号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